创意比财近在运通 台股直播室成功多非常多次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利用 期待一大五礼拜五 每个早上九点跟我们一起来观察 台北股市的一个开判 我们先看一下加权指数 目前上涨28点 昨晚的美股原则上大致上是持平 也就是说昨天开平 那么走低 通常有时候在平盘附近 针对国际股市也好 包括台北股市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你该怎么做观测 我的看法 六月份如果说我们讲类股的话 你应该把重心放在PCB相关 就是说这个族群接下来 机会比较大 与其你把很多朋友这里会去说 这些被动元件 因为之前涨幅非常大 特别像国具 然后呢 被动元件只要跌 就说这个国件 你看这个黑白来乱七八 不对的 就在于不是跌或涨 而是在于你有做到吗 你有赢吗 我举个例子 来 各位请看 另外国具是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来 各位看着 在最近有很多朋友都新朋友 那询问了 那因为他就下载 到Google App下载 搜寻消费用民下载我们奇迹标股 那里面就有PSY有对对通 那么你把所需办好之后 那我们服务人员会教你怎么使用 那么以及如何针对你所需要的 那提供各位说一个协助 那很多朋友除了PSY 大家比较熟悉 因为我比较少讲像对对冲 那到底什么是对对冲 一样 对对冲跟PSY 我为了把它差异化 所以给它不同的名称 使用不同的系统 那么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我举例 来 各位请看 你就一根手指头 对对冲你就把它点下去 对不对 点下去之后 我不管你要看什么股票 台积电 可乘 鸿海 宏达电 任何联发科 来 一张 这里有国具 国具一千块五十块 当这个国具怎么看 好来 你就点它 是不是打开了 任何一档股票 你就点三十分 金融市场我请问各位 稍等 不对再一次 还没有补进来 点离开 再一次 奇迹标股 对对冲 来 过去 然后你就不用理会它 这就国具 没有错吧 那国具该怎么做 来 你看着它 对对冲 下面是不是五三点八九 怎么这里是五三点八九 因为对对冲为了分辨 跟PSY的不同 我举个例子 PSY要的是什么 非常精准的点位 因为你在观察指数 那么对对冲主要 就是在针对证券操作 你做股票 股票这么多 好来 2330 台积电 台积电怎么看 对不对 2317 那红海大喜庙那做 对 就是说你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针对接下来任何一档股票 你已经有了看法了 你已经知道说 反正我高点就是卖啊 然后我低点当然要买啊 好来 看着它 好 这国具 不好意思 你要做个交叉比对 没人家都看有 上下 上下都有看到 来 这是国具 你觉得国具要怎么做 现在国具对对冲在49.64 一定要用30分的 对对冲只有一个 就是30分 也是说你大概 你的操作频率 大概两天 从你进场 到出场 就是两天 这叫做一百 这里叫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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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是不是有一二三 三次的一百 那请问几次的零 一次这百 所以以台具为例 你在做短线操作 我们讲短线 你该怎么做 这里要卖出啦 这里要卖出啦 哪里要卖 这里要卖 哪里要卖 这里要卖 那你说什么时候买 你这里要买 这里为什么要买 因为这里叫零 不一样 你不要搞混了 因为我一种 节目上我不太去讲对对冲 就我怕大家搞混了 一个是指数 一个是对对冲 对对冲是针对什么 针对股票 针对股票 给你弘达店没怎么做 威圣没怎么做 你把它买 对不对 任何一档股票 你把它买下去 都一样 任何一档股票 你就按了 按了之后呢 你就要把握一个窍门就好了 也就是说一百 代表怎么样 代表你要提防 是不是买力耗尽 是不是市场高点已经到了 那么零呢 代表你要站在买方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效率 那什么叫效率 效率就是说 你有个系统工具 你不需要一台很笨重的PC 你不需要一个笔电 对不对 那么你知道 你有个辅助工具 它会告诉你 宏达店在这里 57块这里 当时来到零走 那你告诉我 57块这里是买还是卖 你就看嘛 这里叫零 这里60.7呢 60.7你要说 刚好一百 这样可以怎么做 你这你看 好来再来 随便你要看什么股票 知道你要看什么高评 看不看台积电好吗 来 把它打下去 台积电把它打下去 把它放掉 这样可以吗 记得 只能看30分的 好不好 收下 这什么台积电 对啊 这不是台积电吗 那你觉得台积电该怎么看 台积电我只知道说 这里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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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在对 一百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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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一二三三个高点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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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两个低点 零零 这样是要做吗 你说我还不要做 哇你呢 好啦不要做 做5G相关概念股 不要做 做5G相关概念股 什么是5G相关概念股 来看着它 来 请所有的成员 把你今天的点信 简讯点出来 今天 今天 今天到这一分钟后 你简讯也没几通嘛 你里面只有一档股票嘛 我们全体成员 你就一档股票 你没有两档 那一档不就是相关的 5G相关概念股吗 金融市场 你任何时候都要准备好 每一分钟 你都准备好了 我举例 小二民现在去36点 加全指数 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四点 那怎么样呢 它只要再涨就空它 它就这样 你如果去就去放空 哪里空它 看简讯啊 你的简讯都收到了 怎么会不知道 哪里做多 你的简讯里面也有啊 照着已经收到的简讯操作 你的简讯里面就只有 我告诉你 只有一个档充 对不对 档充多跟空 就只有一个 然后呢 一个PSY的 那是赖清代班的 没有了 指数的部分 总共就是档充的点位 现在 加上一个PSY的点位 我都发给你了 PSY的点位是赖的清代班 我一定画给你了 当充是全体朋友 你都一大早一开盘 你早就收到了 再来个股的部分 因为你刚才一支股票 对不对 我早上已经发给你的来 你自己看 就里面的一档股票 我就跟你说你赖很多钱 你就给他放着 你一张赖三万有够吗 没够 五万有够吗 没什么够 不然一张 我算一算 大致上 七十九十八十 一张赖 一张赖 你说真的吗 对啊 我觉得有机会 有机会 我的看法应该有能力涨一倍 不然我干嘛带你买 股票就买一档会涨的股票 就如同 来 啊 十一块 中美金 现在是有百亿 好来 看着看 不就涨了一倍吗 怎么会没涨一倍 由七十六块 整楼起来 哪有没有 多久的时间 六个的 就买一档股票 会赚钱的 趋势在那里 针对这个趋势 去做布局 而是 但是这个企业 必须准备好 不是人家讲五级 他也来五级 不是 你知道他所有的建制 资本支出 丢了九十六亿进去了 就是为了五级 这样你感觉你不贏吗 我不是说中美金 你就走着做好不好 我觉得你贏很多钱 不是赢一点点 你会赢很多很多啦 所以整体上 你说该怎么做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 很有意思 来 很重要 各位请看 这昨天 就今天早上起来 每股收两万四千七百九十九点九八点 对不对 对 那么它的关键在哪里 它的关键昨天开平 走低 然后又拉高 那么呢 收的位置跟 其实几乎都雷同 可是它的关键是发生在 昨天的九点五十分 为什么呢 因为九点五十分 它爆出了开盘之后的最大交易量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一块放大就好 停停停停 你不要动不要动 好 九点五十分爆出最大交易量之后 接下来很有意思 十点钟 十点 过来第二期 十点 十分钟而已 碰 又来了一个 好 所以怎么办 一般呢 很少出现这种状况 一般就是说 出现之后 瞬间又来了一个 这个机率不多 可是我们来观察 以昨天为例 昨晚的美股 那么呢 在九点五十分爆出最大交易量 所以这是当天的强弱关键 可是相对的 十点钟又来了一个 好 所以必须把这两个点位 要把它标示出来 这两个点位分别是 两万四千七百九十二点 以及多少 以及两万四千八百三十二点 你先不管它涨跟跌 那不重要 就是说 你先去确定 它当天的强弱关键 然后呢 去了解到 你如何去面对它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点位呢 一个在二十七九二 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一个在二十八三二 所以呢 因为它在十分钟之内 所以你不就得出了多少 你得出了一个数字叫做 来 两万四千八百 一十一点 打错一个字 两万四千八百一十二点 二四八一二 没问题吧 二四八一二 不是八一一了 打错一个字 不好意思 二四八一二 我们来看全图 好来 守不住 二四八一二之后 那它就一路往下跌 可是有意思的就在于 跌了之后也没有量 可是呢 美股呢 就缓步往上走 走到二四八一二 又被压下来 中场收在 两万四千七百九十九点 请问 从昨天的开盘 到九点五十分 到十点 一直到收盘 美国股市 这个故事 告诉了我们什么 你也在告诉我 它告诉了我们什么 你个我不知道 那你怎么可以不知道 它在告诉你 不好意思 我就是个整理啦 你也不要想 我会涨到哪里去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 你也不要认为 我会暴跌 它在告诉你 我就是整理 我就是有人给你照 来 你再看着它嘛 如果没有人去守 不可能没有交易量 股价可以将缓步退升 如果没有人去压抑 不可能这里往下杀 来到这里又被打回来 所以它就是个整理格局 它既然是个整理格局 那到底该怎么看 我们不是把时间拉长吗 来 看着它 我们把时间拉长 这张图应该讲了好多次了 就是过去这六个月 最少讲了两个多月了 好 它就是在这个区间 哪个区间呢 主要压力点 压力区 抵抗区 空方的攻击点 叫25,074点 那多头躲在哪里 多头隐藏在24,326点 它就这个大区间 也就是说除非你看到美股 来个暴涨 接近25,074你要空 那相对的 如果它几点呢 你也不用怕 来到24,326 你要站在买方 可是近期呢 抱歉 近期就是很狭斧的上下整理 对不对 你说我买怎么 你要做到 当然是要怎么做到 台北高时 现在去30,11点 当然是要去买了 对 那你就把它点出来 来 各位看着它 你不要理它 你要照着做 来 有了 来把它放大 这一块就好 有了 今天有了 今天跟昨天不一样 今天有了 这里是9点15 14 13 12 11 今天的关键点 发生在早上的9点11分 好不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后 9点11分 发现什么事情 你就知道 今天要涨要点了 两分钟后向您做简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起上台湾抗震网 鸡飞万点 狗旺发财 TSY高档步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互步为营 战斗营挡挡掌停 顾得头顾 咕询专线 02 2578 3000 2578 3000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堂行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正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 多空实战单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拨 02 2578 3000 2000 2578 3000 击飞万点 狗旺发财 TSY高档步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互步为营 战斗营挡挡挡掌停 顾得头顾 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 2578 3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涯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 和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我现在请三个药 五个不 预防禽流干 勤洗手确实消毒 肌肉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 禽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喂食 不接触 三药五步 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样我们把他拉过来 真空 PCB有九空 连帽涨四块钱 我现在不是跟你讲一天好不好 你遥控器沙拉 一直纯一直纯 不是很多财经台吗 今天他现在什么你去 他就给你报嘛 对不对 对啊 什么你去他就给你说嘛 你赢了这么多吗 不是啊 你赢了这么多吗 不是啊 有些时候 那你自己要问自己 有赢吗 就有賺錢贏 有賺錢輸 對 那請問總結是輸還是贏 你的成功率是多少 你如果看一個節目 成功率可以高達90% 你浪費時間要做什麼 我只問你 六月份以來 從五月底到現在 最強的是什麼 叫PCB 你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好不好 是一天嗎 是一天嗎 你看其他節目 講的是一天嗎 他今天講漲什麼 明天漲什麼 後天漲什麼 浪費時間 主流 我已經跟你講這麼清楚了 來 你說家聯益有夠厲害 現在漲了一塊二 你講得太好了 那家聯益怎麼做 你問我也不知道 他家聯益才拚是黑白來 任何一檔股票 你都已經準備好 怎麼準備好 你把複雜的事變簡單交效率 什麼 你是PCB帥 那PCB帥天下無敵 首相披靡對不對 對 但是那是指數啊 對嘛 那股票怎麼辦 來看這裡 來 這一檔是不是叫家聯益 你看著它 你覺得家聯益該怎麼做 你說對吧 家聯益到底要怎麼做 我都沒有跟你講未來 我都講過去 因為不能講未來 家聯益到底要怎麼做 到V71塊到 又落到62.7 又漲到71 又跌到64對不對 對 那怎麼辦 沒有什麼怎麼辦啊 就把你的手拿出來啊 跳Google 把你的手拿出來 齊齊標句把它點下去 對對衝把它點下去 這樣會好嗎 好來 看著它 家聯益 你覺得家聯益該怎麼做 就這樣子做啊 這樣會好嗎 這樣做就對了 這裡叫100 中間叫50 這裡叫0 那100該怎麼辦 100該賣 50該賣 50應該賣 100應該賣 100就是空的意思啦 就是空啦 多啦 多啦 空啦 那空也好 多也好 來到哪裡 來到50就是中間走 就可以準備走啊 可以嗎 這樣會好嗎 你說我這裡給它扛 我不會給它扛到哪裡 打50你就好走啊 你就好走啊 你就好收編 對對衝 我敢有叫你波段操作 來 任何一檔股票 來 宏達店 那些王雪紅他們到的高評 威勝最近很強 你不贏太多 不然做威勝的你到底贏還是輸嘛 不要亂說嘛 怎麼做 就這樣子做還能怎麼做 你現在眼睛看到不是宏達店嗎 對 那宏達店該怎麼做 他叫你這樣子做啊 我就沒有啦 他就叫你宏達店喔 那個低點你要買啦 高點要賣啦 低點再買回來啦 對不對 怎麼買 你買在這裡會不會贏 在這裡賣會不會贏 空也可以啦 在這裡買會不會贏 你跟我講會贏了嗎 你怎麼有這種東西 你直接 一根手指頭 放輕鬆 來 慢動作 我點離開再一次 我這樣離開 一根手指頭 你過去怎麼都沒說 我就不想告訴你了 一根手指頭 從你第一天參加過去12個月 來 你把它打開 過去12個月 當你開始使用我們的PSY 奇奇標股到今天 是不是從你第一天 就已經有對對衝了 對不對 我沒有跟你說而已嘛 你把它點下去 會準就會準啦 整年都會準啦 真的 已經過一年了 過一年了 宏達店在這裡 那七列 放掉 這裡有30分 我就把它切下去 不是我陪你嗎 是不是這裡 不是我陪你嗎 這裡 這裡 沒有 是不是這裡 還有一倍 再一次 是不是這裡 57 57.1 57.1在這裡 在這裡 不好意思在這裡 講錯了在這裡 這樣跟不一樣 欸好了啦 你就照著做 那麼任何一檔股票都一樣 鴻海 快點了 30分快點下去 正50站在麥方 不是正50 正50站在空方 是PSY 對對衝是100到0 什麼叫100到0 以鴻海為例 這裡叫做0 這裡叫0 這裡叫50 這裡叫100 這裡是0 這裡是50 這裡是100 這裡是0 這裡是100 這裡是0 就是100 對對衝就告訴你 就是說一個商品價格 它一定會上下 這是正常軌道 那你問我說 那我到底用什麼 股票 一律使用對對衝 好不好 因為對對衝30分 指數 指數為什麼 清代班才用30分 因為我會發簡訊給你 因為我會發簡訊給你 你就照著簡訊做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看台北股市 來 台股目前漲1萬1137點對不對 好我們剛剛提到在9點 新的位置來了 剛才9點11分的位置叫做1萬1127點 那它跟國際股市一樣跟美股一樣 在剛才來的第二個大交易量 所以你要看新的 新的交易量是在9點21分 現在是9點23分 所以今天的強弱關鍵是1萬1千 136點1萬1136點之上 今天是強的 1萬1136點之下 今天是弱的 那我不管它強跟弱 來看著它 現在是11122 這是11142 對不對 不管是清代班的 還是全體朋友 你有收到 我用LINE親自帶你做的 你有收到一個點位 那個點位你就進場 我跟你說 你就進場 成交 清代班的 你就留倉 你不用理它 成交你就留倉 反正你一定會贏 你一定會贏 對 因為國際股市不是走單邊盤 你也不用擔心那麼多 它就是個整理架構 你就依照這個結構來就好了 一樣 因為時間很快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又快結束了 所以還是一樣跟各位做說明 特別是所有的朋友 新朋友老朋友都一樣 指數一律操作PSY 股價對對衝 那對對衝要用幾分鐘的 請你使用30分的 30分的 對對衝一律使用30分 那麼感謝大家 也歡迎各位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節目最後祝福所有朋友 好家平安 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并东彩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清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行行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正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 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播 02-2578-3000 2578-3000 几飞万点 狗旺发财 TSY高档不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 互不为盈 战斗营 挡挡 掌停 顾得头顾 咨询专线 02-2578-3000 二十二号那位学生 这位人力资源访谈 也要拜访 我有时候要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 先生 政府每月22日 那周办人力资源探查 是有原因的 为了了解多少人就业失业 才有实战的依据啊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受访资料 我们都绝对保密 人力资源探查 需要您的支持 消灭灯格热 仔细清扫 立即做 云水积水盘 若有积水要倒干净 花瓶臼水倒在土壤中 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花瓶底部 喷在